羡慕别人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今天给你们带来港剧《奇幻潮》 第二集 羡慕死人 讲述了一位平时不爱打扮的乖乖女 因为羡慕死人的打扮 结果被吞噬的故事 妮可和米奇是一对情侣 从小到大 妮可就一直是这种学生的打扮 齐刘海 黑镜矿 也让一副乖乖女的样子 有时米奇和她开玩笑 问她为什么不打耳洞 不学其他女孩染染头发之类的 妮可就说她一向如此 不化妆 不染发 不戴耳环 不纹身 周末的时候 两人和朋友一起相约去塔清 在山上 他们发现一座坟墓 妮可盯着墓碑上的照片 觉得四者很漂亮 于是就无意说了句 她好漂亮 衣品挺好的 一旁的米奇露出了困惑 你不是不喜欢这种风格吗 另一个随友就补了一句 你那么喜欢 那你就当她吧 听到此的妮可也没有否认 而是说 想她这么漂亮也好啊 我说妹子啊 你羡慕谁 也不应该羡慕一个死人啊 其他人开始催促离开 走之后 还给了死者照片一个镜头 因为油草挡住 所以只能隐约看到 是个短发裤够 几天后 米奇约妮可看电影 结果等到电影结束 妮可才赶过来 米奇差点没有认出她 因为她的穿着打扮 完全变了一个人 一点都不像她以前的风格 短发 破斗牛仔裤 眼镜也摘了 到哪儿都特别在意自己的妆容 随时随地都在照镜子 米奇惊呆了 这变化也太大了 问她原因 妮可只是说 想变一下风格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有一电影看不了了 妮可就干脆带着米奇逛起了化妆店 米奇问她买那么多干嘛 她平时都不化妆的 妮可解释那是以前 你也想带个更漂亮的女朋友出门吧 到了晚上一点 妮可都没有睡觉 她在镜子前疯狂练习化妆 嘴里还念念有词 为什么就是不像她 这个她到底是谁呢 又过了几天 米奇跑来和朋友复约 他们问妮可怎么没来 因为妮可平时就喜欢吃饱 所以米奇就以为 她今天也是照例万道 结果几秒后 妮可打来电话 说她今天不过来吃饭了 她没化好妆 众人听了都大为震惊 从不化妆的人居然开始化妆了 米奇才把上次的经历告诉了大家 妮可最近变化挺大的 她不仅喜欢上了化妆 穿衣风格也变了一个人 最令她苦恼的是 她的说话态度 也对她越来越不耐烦 所以又发话了 她说一个女人180度转变 只有两种可能 99.9%是她喜欢上了别的男人 0.01%就是她撞邪了 大家听了后都觉得有道理 纷纷对米奇表达安慰 小心被人戴了绿帽子 米奇当晚就去到了妮可家 楼下等她 好家伙几天不见 妮可又大便样了 她不仅打了耳洞纹眉 脖子上还有她心纹的纹身 原来她这一天都在外面折腾自己 米奇问她怎么了 妮可说她手残化不好眉 所以就跑去闻了个眉 米奇又问她是不是有了新欢 妮可表示她可以不接受现在的她 但别冤枉她出轨 不相信就分手 妮可有口难辩 后来妮可在变美的路上越走越远 她不再理妮可 还跑到美容医院整容 由于她想整的地方很多 所以医生就好心提醒她 一次性做那么多项目风险很高 要她自己承担后果 由于整容过程很血腥 剧里也直接用洋娃娃剧化了过程 医生按照她的要求整 几乎就是换脸手术 要我猜应该是整成和那个死者一样 因为妮可之前说自己一点也不像她 这个她应该就是指那位死者了 她不是很羡慕那个死者模样吗 手术很成功 但镜头一直没有给妮可整容后的正脸 只是用了一些腿部特鞋 丝袜 靴子 短裙之类的 让人感觉她又生气了 这时路边有位算命的老伯宅拉克 妮可坐了下来 老伯叫她写下名字 摊开手掌 然后高能反转就来了 老伯算出她的命格理应扬寿已尽 结果一回头的功夫 妮可就消失了 这时她写的名字纸条也飘落了下来 上面的名字并不是妮可 而是叫张佩佩 影片的最后 镜头给到了那个死者的墓碑 上面写着张佩佩之墓 但是死者头像却变成了妮可 影片在这里也进入了尾声 看完后都不敢乱羡慕别人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恐怖小故事 但没想到这个电视剧每集后面 都会有一个主持人和一位专家 特意去分析这些灵异现象 这一集他们就说的是 关于改名和整容这件事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很普遍 但有时候好像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运程 我听说呢 有很多明星整容改名都会提前算一下 动哪里改哪里 才能让自己事业更上一层楼 总之 这都是自己个人选择吧 到底有没有影响 还真的说不准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可以动动你们的小手支持我们 有什么想法和影片推荐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来过的痕迹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 好